梵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七个7月13日在三中经活动中再次为圣地的和平而疾呼 他说 我呼吁相关各方当地和国际上所有肩负政治责任的人们 要不遗余力地祈祷 尽一切可能停止各种敌对行为 为众人的益处实现那令人渴望的和平 主啊 求你现在帮助我们 请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灵 让我们勇敢地说 不再有战争 战争毁掉一切 求你激励我们勇敢地为建设和平而做出具体行动 求你让我们愿意倾听同胞们的呼声 他们要求把武器变为和平工具 将害怕变成信赖 化紧张为宽恕